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科的外科部主任来帮我们做这方面的演讲 那我们下面简单的介绍他的学经理 他是阳明大学临床医学院的博士 早期是阳明医学院的医学士 也到过美国的那个Anderson 亚生中心做临床研究 他的专长是在大肠直肠癌手术检查 还有息肉的清除 还有另外有遗传性的白症塞检 基因检测还有肛门方面的疾病 那我们现在用个别的反正来欢迎他来报名 那我是台北农民总医院的直肠外科主任 张世青医师 那我在阳明大学也兼任这个外科学的主任 教导这个年轻的医学生 那有关于大肠癌的防治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死亡的趋势图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恶性肿瘤呢 其实呢一直都节节的上升 那心血管疾病呢 因为支架的进步 那这个血压药物的控制良好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比例也越来越低 那另外呢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随着年纪的增加 大家余命的增加 一些慢性的疾病 其实也在慢慢的上升 但是呢 感染性的疾病 其实是在下降的 所以癌症呢 是我们现在这几年来的 应该是近20年来的主要的死因 那什么是癌症呢 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呢 其实都是正常的细胞 那人吃五穀杂粮 那呼吸的空气里面都是有一些 不管是污染的物质 或是排放的废气 它都是一些刺激性的东西 那我们身体的细胞 在这些长期的细胞的刺激 外来的物质的刺激之下 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突变 我们的基因 我们的基因 身上体内每个细胞有 3乘以10的9次方的 的减激对 那3乘以10的9次方是多少呢 是30亿个减激对 那30亿个减激对呢 你就想象一下 你如果你要打30亿个字 那有没有办法完全不出错呢 当然是不可能的 一定会有错误 那这些减激对在复制的时候 如果又有这些外来物质的刺激 在外来物质的刺激 那它基因突变的比例 就会比较高 就会比较高 所以呢 我们这个 那个 癌症呢 就是这些正常的细胞 经过长期的 长期的这些外来物质的刺激 或是一些致癌物质的刺激 产生的一些基因突变 那它变成了一些癌化的现象 那癌化的现象呢 不一定说一定就会转成癌症 我们身体里面呢 其实有一些免疫细胞 免疫细胞呢 其实呢 会去辨识这些不正常的细胞 那不正常的细胞 细胞被辨识出来 就会被杀死掉 所以 有不正常 每天 我们每天 这个 细胞的分裂 其实是输入100万剂 每天的细胞分裂 总是会有一些差错 出现 一些不正常的细胞出来 不正常的细胞 会被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 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所辨识 就像说 你身上得了流行性感冒 它会自己好 为什么会自己好 因为呢 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把这些 外来的物质给杀死掉 那癌症的东西 它是从正常 然后慢慢的癌化 在癌化的过程中 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也会去辨识这些不正常的细胞 然后去把它给清除掉 所以呢 并不是说 你吃了很多的 为什么会有人说 吃了致癌物质 糟糕了 我今天吃了比较多的致癌物质 会不会就因此而得癌症 这通常都是今年累月累积下来 因为我们每天自己的免疫系统会去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 那大肠癌呢 其实呢 就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疾病 基因突变的疾病 那它最常见的一些基因 我有列在这上面 那 我们就不在这里细讲这些基因是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会产生癌症 那癌症有很多的因素 那第一个就是先天性的因素 那什么是先天性的因素 就是你的上一代传染传下来给你的 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有癌症的家族史 那你如果说是 就是爸爸这边有妈妈这边没有 那你可能有 如果是很确定的是遗传性癌症 那你可能会有一半的机会 从你的爸爸这边得到了这个癌症的基因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后天的因素 就是这些致癌的物质所造成的 那致癌的物质呢除了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 或是一些 饮食习惯抽烟喝酒这些 比较不是那么健康的习惯 那另外呢就是你接触了一些外在的环境的因素 譬如说你吃了一些发霉的花生 那它里面呢会有一些黄麴毒素 那它可能会造成肝癌的产生 即使你没有带有这个B型肝炎 或是C型肝炎 那也有可能造成肝癌的产生 或是说你是曾经接受过放射线物质的放射的这个照射 那它也会产生这个癌症 那再来就是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 那再来是饮食的问题 那这些呢就是有先天的因素 有后天的因素会造成我们癌症的产生 那常见的致癌物质有哪些 那最常见的就是病毒 那有哪些病毒呢会造成癌症 那最常听到的就是B型肝炎 C型肝炎它会造成肝癌 那我们呢这个国家呢 长期致力于这个公胃在公胃的这个疫苗注射 其实已经让这个肝癌这个病呢 从原来是称为国病 肝癌的发生率其实是节节在下降 那甚至呢我们专门开肝脏的医生呢 很多都已经比较少开肝癌的原发性肝癌的手术 他很多肝癌的切肝脏的医生呢 都来找我们 找我们为什么要找我们呢 因为呢大肠癌转移到肝脏去以后呢 他很多是可以开到了 所以很多开肝脏的医生呢 反而他大部分目前都是开肝脏转移到肝脏的手术 那除了B型肝炎以外呢 那这个磷状上皮的这个HPV 人类乳突性病毒 那他也可能会造成这些子宫颈癌 或是肝门的癌症 那再来呢就是高脂肪的一些饮食 那高脂肪的饮食呢 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说 锡化的饮食呢 它里面因为含有大量的这个脂肪、淀粉 那这个是比较容易产生癌症 那抽烟是 大家都知道它是肺癌的致癌因子 那槟榔呢 是口腔癌的致癌因子 那九呢 是肝癌的一个致癌的因子 那腌制类的产品呢 腌制类的产品 它里面含了很多的所谓的亚硝酸盐 那亚硝酸盐呢 其实是大肠癌的致癌因子之一 那它另外呢 也是这个胃癌的致癌因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胃癌在哪些国家比较多呢 腌制类的东西比较多的 它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在流行病的统计上面 我们会看到这个日本、韩国这两个国家呢 因为他们比较缺少这个新鲜的蔬菜 他们冬天会去做一些泡菜、腌菜 那所以呢日韩两国的胃癌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那另外呢就是亚硝酸 加了亚硝酸盐的一些食物 那加亚硝酸盐的食物呢 像譬如说香肠类的东西 那它其实是有加了一些类似防腐剂的东西 那这是会比较容易产生癌症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癌症的形成的过程 那从一个正常的细胞 那刚刚讲到基因突变的累积 它可能会造成癌细胞 那癌细胞呢 它的信号呢 信号的传递呢 就会有点误差 那这些误差呢 会造成我们细胞的快速的分裂 那快速分裂呢 就开始会有类似像席肉状的东西产生 然后再变成肿瘤 然后呢 如果是在指局限在局部的位置 那个是比较好的肿瘤 那如果是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那就是转移性的肿瘤 所以整个癌症的形成过程呢 是就是从大概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从一个细胞的问题 然后它慢慢的细胞分裂 然后呢 细胞的这个 再来变成1公分到5公分到10公分 这其实呢都是一个 相当的一个 有十它的时间性 那台湾的大肠癌到底上升的有多快 那从2019年 2006年的大肠癌呢 就其实就已经是十大癌症之首 那时候呢 我2006年 我大概是博士班毕业 那那一年呢 开始大肠癌变成 那个癌症的第一名 那时候大概一年 大概9000例左右 那四个 一个 四个12年 在2019呢 就超过了17000例 一年17000例 那几乎是两倍的上升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 男生跟女生 其实它上升的速度是不太一样 男生上升的比女生上升的要快 快了很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2000 我们这个大肠癌 最上面这个是总数 这总数 下面这个是 这个是男生 这个是女生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这个就是好像 如果是买股票的话 就是买到一个标股 不停的涨停 那我们看到了 现在大概每年呢 在男生呢 每10万人 大概有52位得大肠直肠癌 那女生呢 大概是34位得大肠直肠癌 那 这个 讲这个是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其他各国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是全球的统计 那 最高的这个是 Australia 跟北美 他们其实每10万人 大概44到45 那我们刚刚 刚刚讲的是 男生是10万人 是52 所以我们的大肠癌 是 现在是高居 全世界第一名 那在女生呢 我刚刚讲到 是10万人34 那也是 大概第一名 第二名 所以呢 我们的大肠直肠癌 已经 就像 洗肾人口一样 已经是 这个 全球的 全球首位了 那这个 就要有待我们后续 要怎么样去防治它 然后降低它 那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原因 会造成我们 为什么会这么多 那第一个是 饮食的关系 第二个是 其实是筛减的关系 那 筛减的问题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 所以呢 大肠癌的发生 其实它是一个 多重因子的交互作用 那 最主要就是饮食的关系 那 肉类 然后动物性的脂肪 还有精致的食物 纤维素比较少 这样 这个是 比较不好的饮食习惯 那另外呢 就是 如果说你有这个 所谓的大 溃疡性大肠炎 那溃疡性大肠炎 那溃疡性大肠炎 因为它长期 大肠在发炎 那通常是超过八年以上的 溃疡性大肠炎 就要开始怀疑 它是不是有这个细胞 开始出现问题的可能 那另外呢 就是 辐射 就是你如果说曾经 因为某些癌症 它需要做放射线治疗 那也会比较容易产生 这个大肠的肿瘤 那另外就是 遗传的问题 那遗传呢 其实占的不是很高 大概百分之三左右 是遗传性癌症 那另外呢 就是 大概有十五到三十的 大肠直肠癌 其实是会有很明显的家族 家族倾向 那什么叫做家族倾向呢 就是你这个爸爸妈妈得 你怎么也得 但是你们找不到 共同的这个突变的基因 所以不是遗传性癌症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呢 你们是吃类似的食物 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你们共享的是 类似的这个 类似的这个环境 是环境所造成的 另外呢 就是 有一些基因型 有些基因型 会 虽然它不是遗传性的 基因 但是呢 它 比较容易造成癌症的产生 那这个是第一种 遗传性癌症 那 这种遗传性癌症 其实不是很多 大概占所有大肠癌里面的 不到百分之一 那它有什么特性呢 它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大肠 那 可以看到肠子里面 密密麻麻的 一大堆的 这个小小的 大大小小的 席肉 那它是一个遗传性的基因 那在这个 染色体 第五对染色体上面 它有一个 显性基因的 突变 那这个突变呢 它会造成 这个在青春期就开始会有 席肉的产生 那如果 这个你 如果说 没有早期把这个 这些席肉给处理掉 或是说 做预防性的手术 那通常在三十几岁呢 它就会产生 那个大肠癌 那通常在三十六七岁呢 它会因为大肠癌而死亡 那这个是 第一种遗传性的 的大肠癌 那第二种遗传性的大肠癌呢 叫做领期症 那它有一些特性就是 它会有很多的 就是 家族里面 会有很多人得癌症 那得的癌症呢 并不只是大肠癌而已 它有可能是 所谓的子宫内膜癌 或是说 它有卵巢癌 或是有胃癌 或是泌尿道系统的癌症 都是包括在里面 就是 一个 然后呢 它另外呢 就是年轻 家族里面如果有 年轻的人 得 这个 这几类的癌症 就要怀疑说 这个家族是不是有 带有遗传性的基因 另外呢 就是家族里面 很多人得癌症 或是说 一个人 得了好几种癌症 那就是 要怀疑说 这个家族呢 它是 带有遗传性基因 那它会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病理特性 那它有哪些病理特性 它就是 这个 这个 有一点点难度 那就是 它的这个细胞的外面 细胞的外面呢 会有很多的黏液 很多的黏液 这个叫做黏液型的结肠癌 或是说 它的黏液呢 集中在细胞 这个是细胞 这个黏液集中在细胞里面 那这个是细胞核 那就可以看到这个黏液呢 把这个细胞呢 细胞核推到最旁边去 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像一个戒指 很像一个戒指 就是手上戴的这个戒指 这个叫做戒指状的大肠癌 戒指状的大肠癌 那这种育后是非常的不好的 那 这因为这种癌症呢 它是基因突变 遗传性基因突变的问题 那这种基因突变呢 它会造成细胞的表面 会有很多 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抗原 所以呢 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这个是 这个是一些淋巴球 就是说你的癌症里面呢 其实 你的免疫系统 它是可以辨识得到 你的癌细胞 所以这个免疫系统里面 会看到很多这种 这个免疫细胞 那其实这种呢 这种病人呢 癒后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的免疫系统 会去辨识癌细胞 会去攻击它 那这是 这是这个遗传性 另外一种遗传性癌症的 它的特性 那它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那大概是只有 2% 左右 那这个是我自己 博士班自己的研究 那就是 它其实因为基因突变很厉害 所以它的这个是 上面是正常的 下面是肿瘤的 那就可以看得出 在做这个 现在大家都有听说 听到说 这个 武汉肺炎要做什么PCR 这个就是PCR的一种 就可以看到说 它的这个基因呢 其实是很混乱的 那这个很混乱的基因 就会让我们说 它是不是遗传性癌症的可能 那我们就去做这个染色 就去做这个免疫染色 那这个免疫染色 可以看到它有问题 那我们再去做 所谓的基因的定序 基因定序就是去把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基因的这个 每个 每个这个相对应的这个 ATGC 把它给定出来 就知道说 它突变的位点在哪里 这样我们就可以抽 这个 其他的 这个 这个 肿瘤的病人 去抽他的血 找到说 这个基因的 突变的位点在哪里 然后呢 他的其他家人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位点 去寻找说 它是不是哪里基因有突变 那就知道说 它大概有多少的比例 以后可能会产生大肠癌 那刚刚是讲到 前面呢 都是在讲 大肠癌的成因有哪些 刚刚有讲到 有遗传的问题 有饮食的问题 有环境的问题 有这些 这些问题 那 它是要怎么样去预防它 那第一级的预防就是要 要从自己开始 从自己开始 那你要降低 致癌 刚刚讲到 我们的肠子呢 只能吃五股杂粮 全部都会积在大肠里面 那大肠里面 如果致癌物质的浓度很高 它就会去刺激这些 大肠细胞的 刚刚讲到的突变 那你致癌物质越多 突变的可能性就越高 所以你要降低这些 致癌物质的浓度 那多吃纤维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国健署 有推这个五蔬果 天天五蔬果 那这些纤维素呢 会帮助你 把这些致癌物质 给排出来 就会天天五蔬果 那每天要多运动 那你才会比较容易的 把这些东西给排掉 那纤维素呢 我们每天吃进来的 这些 蔬果类的东西 它会代谢掉 产生这些 所谓的短链的脂肪酸 那可以对癌症的生成 有抑制的效果 短链的脂肪酸是可以抑制 这个癌症的形成 常见的脂肪酸 其实是比较不好的脂肪 那这刚刚讲的是第一级的预防 第一级的预防 是从自己开始 那第二级的预防 就是要做筛检 那筛检呢 就是要 为什么要筛检 那刚刚讲到 从这个大肠 从正常的细胞 到变成席肉 再变癌症 再到转移 其实呢 它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那为什么会知道 很长的时间呢 是以前呢 大肠镜 还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 以前是照那个X光 就从肛门灌那个白色的显影 那个类似像石膏的东西照X光 然后呢 可以发现 这些席肉呢 每年的变化的情况 那就知道说 这个席肉大概多久会长 变成癌症 那所以呢 我们这些席肉呢 就是如果说你可以在它 在刚刚冒出头的时候 就把它给剁掉 它就斩草除根 那你就不会 在这个时候你就把它给切了 它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就可以预防这个癌症 所以呢 切掉这些 癌前的病灶是非常重要的 切掉癌前的病灶 才有可能降低 整个大肠癌的这个发生 那什么样的病人要 什么样的人要做筛检 那我们讲的 现在讲的是一般的人 没有症状 没有症状的人 有症状的 有症状等下会说有哪些症状 有症状的 就要做内视镜检查 那没有症状呢 为什么要筛检 因为大肠癌 跟肛癌 跟胰胀 跟胰胀癌 它都是没有声音的疾病 什么叫做没有声音的疾病 就是它只是小小席肉 或是小小肿瘤的时候呢 它其实没有症状 等到有症状的时候 常常有时候都已经 比较 比较 肿瘤已经长得比较大了 那一般的人 五十岁以后 就要开始做筛检 那要做什么样的筛检呢 要做粪便前血 这个 博健局呢 都会要求五十岁到七十五岁 为什么要定七十五岁 因为呢 这个是有它的经济效益的 五十岁到七十五岁 要做两年 要做一次粪便的筛检 粪便筛检阳性 就要做大肠镜的检查 看看它是不是有席肉的可能 那大概有百分之七 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五 粪便前血是会是阳性的 那每五年呢 至少要做过一次乙状结肠镜 五十岁以后 那五十岁以前呢 就算是你没有得过任何的 什么 什么 席肉或是 癌症 五十岁以前要做过一次 全肠镜的筛检 确定你肠子是干干净净的 或是说每五年做 一个背剂的检查 那背剂的检查 目前在台湾已经不做了 因为背剂是属于致癌物质 所以背剂已经被 那个FDA 或是台湾的 这个FDA 药品 食药署给下架 那每十年呢 没有症状的人 要做全肠镜的检查 那这个是斩草竹根的一个做法 就是要筛检 那筛检呢有什么好处呢 那这是台湾自己的结果 那台湾根据刚刚这样的筛检的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做大肠镜跟没有做大肠镜 会因为大肠癌死亡的机会 大概下降百分之十左右 那有多少人会去 因为阳性会去做 那刚刚讲到 大概只有7%的 百分之七的人 做分辨前学会是阳性 那这百分之七的人 其实只有三分之二的人 会去做大肠镜 有三分之一的人 其实是自知不理 那这三分之一呢 会有多少癌症的产生 大概 阳性的病人 阳性的病例 大概百分之一 其实是有癌症的 百分之一 那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 他真的是里面有个席肉 必须去把它给剪掉 那台湾的未来会是什么呢 台湾的未来 我希望会是像是美国这个样子 那美国已经经过了四十年的筛检 他们1975年代左右 就开始做大肠癌的 分辨前学的筛检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一开始的前十年 这是前十年 那这个是早期的癌症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刚开始前十年的时候 他其实一筛检 就发现了好多早期的癌症 就像我们台湾一样 做是刚开始筛检的时候 那真的是一肥从田 那不是 就像股票的这个股价一样 每天都在涨停 那我去其他 就是我们医院的支 支援的医院去做个内视镜 做五个内视镜 有时候居然有两个是癌症 我那时候想说 哇 我这样 每天 每天这样子 只是做个五个肠镜 就有两个癌症 那比例真的是很夸张 不过 他们都是算是 早期发现 而可以早期治疗 那这是 台湾的经验 台湾的经验 那美国的 实际的 证据也告诉我们 前十年早期的癌症 是会大幅的上升 那 在过了二十年以后呢 他就会开始 不管是哪一个区别 都会大幅的下降 不管是哪个区别 都会大幅的下降 那上面这一张图呢 就是美国呢 从他们四十年来筛检以后 他的 因为大肠癌而死亡的比例呢 大概下降了百分之五十 所以呢 我们现在已经筛检了 大概快二十年 那我们应该也要开始走向呢 就是 就是大肠癌的人数 要开始慢慢的下降 然后呢 大肠癌的死亡率 也应该要开始 要慢慢的往下走 那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结果 其实在前一两年 其实是有的 是我们可以看到大肠癌的人数 是有稍微下降 那不过前两年 因为刚好疫情的关系 筛检的人就变得很少 因为大家都不去医院 农部就不来筛检 筛检的人少 做内视镜的人也很少 那所以呢 所以呢 那个 三年前呢 台北龙肿的大肠癌的人数 是达到最高峰 是一年是一千 那在前一两年呢 大概掉了将近两成 大概掉到八百到九百左右 那今年呢 好像又开始回升 而且呢 回升回来的病人呢 都比较糟糕一点 都是很多都直接从 急诊室进来 然后肠子堵塞 就是比较 比较晚期的病人 从急诊室回来 所以这两年的这个 COVID-19的影响 就是武汉肺炎的影响 其实呢 有可能会造成我们 在这两三年的大肠癌 末期比较晚期的病人 急剧上升 早期的病人 反而下降 如果是高风险 那什么是高风险呢 第一个就是 有癌症家族死 这是属于高风险 但是它没有症状 那另外呢 就是带有遗传性基因的 这是属于高风险 那你可能就是要 提早 比人家提早十年做 这个大肠镜 大肠的 刚刚讲的 粪便的浅血的筛检 大肠内视镜的检查 那甚至呢 确诊是 带有基因遗传的 就是遗传性癌症的家族 他是二十岁就要开始筛检 而且筛检的频率呢 是非常的 做内视镜的频率呢 是非常的短 大概一年到一年半 就要做内视镜 那做的项目呢 除了大肠镜以外 你要做胃镜 刚刚有讲到 遗传性癌症呢 不是只有大肠癌 他有包括了胃癌 子宫内膜癌 泌尿道的癌症 所以呢 必须要做 这个 泌尿道的筛检 还有生殖系统的筛检 高风险 或是说 带有遗传性基因的病人 他要在二十岁就要开始筛检 而且筛检的项目呢 大肠镜 然后 这个 妇产科的筛检 然后呢 这个胃镜的筛检 然后超音波的筛检 而且呢 一到两年就要做检查 那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他其实 家里真的是 兄弟姐妹 然后爸爸 爸爸妈妈 全部都大肠癌 或是子宫内膜癌 那他其实也很乖 三年就筛检一次 结果呢 他还是得了大肠癌 那他就 很沮丧说 他已经很乖 每三年都在做检查 那为什么还得大肠癌 因为 遗传性癌症的问题是 他进展的会比较快 他会从 他一旦产生息漏 他可能在一年半 他就变成癌症了 那 那分辨潜血呢 如果大家收到那个通知 分辨潜血阳性 有些病人来 好像一副世界末日的样子 其实不是 分辨潜血阳性 只是一个参考的依据 说 告诉你说 你应该要来做检查了 而不是说 记得通知给你说 就是已经得了大肠癌 不是的 他只是告诉你说 你 大便里面是带有 一点点 一点点的血湿 那 这一点点的血湿 大概只有 百分之二十 左右 它是带有席露的 那只有百分之一 真的有长了一个瘤 在那里 需要 而需要后续的处理 那这个是我们 后面要讲的一些 就是 怎么样去做席露的切除 那这个 如果大家有去做过大肠镜 就看过 这个就是大肠镜 那 这个就是 怎么样做大肠镜 那做大肠镜 其实 不舒服的地方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 做之前 要 空腹 还要吃 大量的 喝大量的水跟蟹药 其实这个是最难过的 就好像 如果 小时候玩过青蛙的话 你就知道 青蛙就是给它灌水 就好像在灌豆瓣的一样 这其实是 很不舒服 那把青蛙的肚子 灌得大大的这样 然后呢 它就会 这个 几个小时呢 就 狂 大量的水泄 喝的时候 好像在灌豆瓣 然后呢 泄的时候呢 你就得 一直蹲在马桶上 可能 蹲马桶呢 泄完了 可能 刚刚走出这个厕所 欸 什么又有感觉了 又要再回去一次 整个晚上呢 就再让你折腾 大概要水泄个十几 到十几二十次 所以呢 做大肯镜 其实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尤其是在清肠这部分 很不舒服 那做检查的时候 也很不舒服 为什么不舒服呢 我们肠子呢 其实是软的 镜子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硬度的 硬 那个我们镜子 其实是有点硬度的 那 为什么会不舒服 第一个 肠子本来是里面 其实没什么空 没什么气体 只有 你清肠清得很干净 是没什么气体 它是扁扁的 那扁扁的 你要怎么去看它呢 你要打空气 打二氧化碳 把肠子给脏起来 你才可以看得到 里面有没有问题 要不然你什么都看 那个医师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呢 做大肯镜的 第二个不舒服 第一个是 你要灌空气 那灌空气有多恐怖吗 灌空气是 其实是 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从肛门再灌 就是灌气球一样 那个灌完以后 如果气没有抽得干净 你整天 都会觉得你的肚子发脏 那这个是 做大肠镜 第二个不舒服 就是肚子脏 那刚刚讲到 肠子是软的 管子是硬的 那我们的肠子呢 其实是 弯来弯去的 那这个是 比较简单的示意图而已 其实我们的肠子呢 是九拐十八弯 这样子弯来弯去 做内视镜的时候呢 是要弯过来 像蛇一样这样子转来转去 那这样子转来转去呢 管子有点硬度 肠子是软的 那就会有那种 肠子被顶起来的感觉 那这种被顶起来的感觉呢 如果是顶到肚子 你就会 病人就会大叫 因为那种 就会有类似像 撕裂的痛苦 所以做大肠镜 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所以有做这种 所谓的麻醉的大肠镜 麻醉的大肠镜 如果经济状况许可的话 那八十岁以下的 那有些呢 我们就会 让病人自费做麻醉型的 打一点症经济 睡着以后 做内视镜 会是比较舒服的选择 那问题是健保没有给付 所以这个这部分 必须要自己负担 那刚刚讲我们要做席 就是要斩草竹 要把席肉给剪掉 席肉有大有小 有的很大颗 有的很小 只有0.3 0.4 甚至有3公分大的 这些都可以想办法把它切掉 那小的 像这个有根 有个像香菇一样 有个根的 那我们就用一个铁丝把它套起来 套起来以后加热 就可以把它给烧掉 然后就可以拿出来了 这是最简单的 切席肉的方式 这是最简单的 那比较大的 像这一个大概有2公分到3公分大 那可不可以切 也是可以切 因为只要觉得它 是良性的 我们看起来它是良性的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切下来 为什么要想办法把它切下来 如果说切下来它的病理 病理化验是良性的 那就不用挨这一支刀 就不用开刀了 就切掉就好了 那要怎么切呢 切 切这个席肉 怕的东西就是 你把肠子的肌肉层给烧破了 那烧破了肠子就破了 肠子破了会有什么事呢 那个便便呢 虽然你已经清肠清干净了 但是呢 那个肠子的里面 肠子肠意呢 还是会从这个 破掉的那个动动呢 流出去 流出去呢 就会有腹膜炎的问题 然后就会肚子痛 就要紧急手术去把 那个破洞给补起来 那要怎么样去避免 这个肌肉被我们烧破掉 那我们就有个方式呢 就是在黏膜跟肌肉之前呢 我们就给它打这个玻尿酸 或是打肝油 让这个黏膜跟肌肉呢 可以分开 可以分开 分开以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 这个比较大的铁丝呢 把它套起来 然后切掉 那这个切掉呢 这个是肌肉层 那肌肉层完好无出 肠子就不会破掉 那这个洞呢 要不要补起来 可以补 也可以不要补 那如果要补的话呢 我们有血管夹 可以把这个 这个伤口呢 用像这个血管夹 把它钉起来 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病人 这个只是 如果说要把伤口 把伤口封起来的话 我们用血管夹 可以把这个伤口给钉起来 那这刚刚讲的是高阶的 那还有更高阶的 那更高阶的 那更高阶的就是 所谓的黏膜下玻璃的手术 那其实已经算手术了 因为做一个这个 大概要三个小 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那通常也是那种平平的 大概超过三公分的 的席肉 那我们会这种 做这种手术 那他也是 要先用一个细细的 这个 把这个玻尿酸呢 打到棉墨下面去 让它鼓起来 跟刚刚那样鼓起来 鼓起来呢 用很细的针 很细的刀子 这是刀子不是针 用很细的刀子呢 慢慢的把这个 肠子的黏膜给 剥离下来 所以它是一种手术 是慢慢的用刀子 一点一点的割下来 刚刚那个 前一张这个是 把它套起来以后 烧掉 那这一种呢 是用刀子的方式 把黏膜一刀一刀的把它削下来 是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 怎么样去把这个 黏膜下剥离 就是这种平平的席肉 那我们打了玻尿酸以后 用很细的刀子 慢慢的把整个席肉给剥离下来 所以呢 切席肉有三种方式 刚刚小小的那种 直接套住拿掉 那比较高阶的 比较大的席肉呢 我们打一点玻尿酸 避免肠子破掉 也可以用套的把它烧掉 那最高阶的就是 这种肠子黏膜下剥离手术 那前面两种 是健保给付的 那这个太高阶了 那这个都是 所有的耗材 全部都是要自费 因为那些刀子 一个刀子都一万多块 所以健保没有给付 所以高阶的这部分呢 这个就是 三公分的席肉 大概要自费三万块 五公分的席肉 大概要自费五万块 那所有的席肉 切下来 一定要去看它的报告 不是说切完以后 没事了回家 然后就不用再回来看门诊 这样是不对的行为 要一定要回来看报告 因为呢 有些有一部分 它会是恶性的 就算是小小的 我们也看过 0.5公分 明明它就0.5公分一定是良性 没有 还是有一点 有百分之一 0.5公分 有百分之一的可能 它是恶性的 那三公分有多少%呢 三公分大概有20% 是恶性的 所以呢 切完席肉 拜托一定要回来看病理结果 因为呢 有些呢 是必须要做后续 如果是恶性的深度 超过了年末层 它是需要开刀处理的 因为呢 超过年末层 就有百分之十左右 它开始有可能淋巴的转移 甚至有百分之一的可能 会有远端转移的可能性 所以呢 深度比较深的 或是 这个 切得不够干净的 或是血管 就是 拿下来的组织的血管 或是淋巴管里面 有不好的细胞的 它都是需要做后续在手术切除的 因为它有可能沿着血管跟淋巴 蔓延出去 所以 会有需要开刀的可能 那再来就要讲 刚刚讲的是 没有症状的 然后要切齐肉的 那 大肠癌有哪些症状 左边跟右边 其实症状是不太一样的 那 那 大肠呢 其实 不是一条肠子 都通通都一样 一样粗 一样大 大肠呢 是 这个 呃 右边 右边这一边比较大 然后呢 随着这个 往这边呢 会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到这个 乙状结肠 跟直肠交界的时候 是 的地方是最窄的 那直肠呢 又会变 又会变大 那所以呢 右边的大肠呢 因为它 肠子比较宽 比较大 所以呢 如果里面长的东西呢 常常没有症状 那 会有症状会哪些呢 因为肿瘤它会流血 所以呢 会有贫血的问题 那长的肿瘤呢 它会跟你竞争 这个你的营养 或是说造成你吃的不好 所以呢 会有体重减轻的问题 那因为 右边的大肠 它 肠子比较大 那有时候它 不会造成毒栽 所以 有时候来了 病人来了 说 以前我怎么会 感到有一个 摸起来就是一个 肿块 所以 右边的肠子呢 会有几个症状 就是肚子的肿坏 体重减轻 跟贫血的问题 那左边的肠子呢 左边的肠子的症状 就不太一样了 左边的肠子 如果是长在直肠 或是乙状结肠 因为那个肠子 刚刚讲 乙状结肠 跟直肠的交界是最小的 那 那 长了肿瘤它很快 它就会把肠子的肠腔呢 给堵住 那堵住就有症状了 那有哪些症状 你会告诉你 病人会告诉你 它大便额 变得比较小条 这是一个症状 那 如果长在直肠呢 直肠 因为会有一些 这个 会因神经的关系 它会跟你说 它想大便 但是大不出来 或是一天呢 解了好几次 本来一天一次 变成一天解好几次 或是说变成 都解不出来 甚至呢 因为肠子 这个肿瘤呢 它 自己会 会 那个 溃烂 流血 所以会有一些黏异变 然后有一些腐臭的味道 所以呢 会 会有这些 左边的肠子 会有这些的症状 如果等到肚子痛肚子脏 那有些都是已经 肠子已经 肠道已经被摔住了 或是说 它已经有点小小的破掉了 才会肚子痛 那这个就是 我们大肠经看到 肠子的肿瘤就是长这个 这种恶形恶状的样子 这个是正常的大肠 这个是肿瘤的地方 那像这一个呢 就是正 这个肠腔 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几乎它就 这种都 快要大便都快要出不来了 那 发现了肿瘤以后呢 要做哪些检查 那做检查的目的是在干嘛 我们 有些 有些检查是不用做 有些检查是一定要做的 那哪些是一定要做的呢 电脑断层一定要做 而且胸部跟肚子 要一起都要做 因为呢 腿瘤会跑到肝脏 也会跑到肺癌 那正子摄影就不一定要做了 正子摄影呢 一般是 那个 在追踪的时候 癌指数莫名其妙的上升 你找不到 病灶的时候才在做正子摄影 你第一次发现大肠癌 那做正子摄影是不符合 那个 国家制定的标准 或是说 美国制定的标准 或是 台湾自己制定的标准 都 没有把正子摄影 包括在这里面 所以呢 如果去看医生 他叫你做正子摄影 他就是叫你做 就是自费的 他是必须要自费的 但是呢 其实是 第一次治疗的 第一次诊断的时候 其实 正子摄影并不包含在 这个 这个 检查的 indication 就是 就是检查的这个目的里面 那检查的目的呢 是在看 有没有转移出去 有转移出去跟没有转移出去 治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像这个呢 直肠癌 那他这里有肝 这个就是肝脏 那你可以看到 正常的是这种 淡灰色的肝脏 是淡灰色的 那这种深灰色 一颗一颗的 就是转移 那这个是他的肺脏 那这里肺也有一颗 这也是转移 所以呢 所以呢 他这个病人呢 就是肝脏也转移 肺也转移 那这样他就是一个 多处转移的 的直肠癌 那我们做检查的目的在 知道他有没有转移 那转移的病人 跟没转移的病人 治疗方式是不同的 转移的病人 因为他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他的癌细胞 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 跑来跑去 所以你要做的是全身性的治疗 而不是去把他的肿瘤拿掉 那全身性的治疗 是要做化学治疗 或加上标靶治疗 那没有转移的 那治疗有三种 一个手术 第一个是手术 第二个化学治疗 还有放射治疗 大肠癌的 直肠癌的治疗方式有三种 那没有转移的 就是手术治疗 没有转移的是手术治疗 那刚刚讲 有些会需要做放射治疗 那为什么会需要做放射治疗 我们就要倒过来看一下我们的肠子 我们的直肠 其实是在一个 这个像漏斗一样 骨盆腔是这样 直肠是在这个骨盆腔里面 那直肠呢 为什么要做放射治疗呢 它在这个骨盆腔里面 如果它要长的话 它会 你手术的这个空间会很小 所以手术空间很小 你可能拿的不够干净 不够彻底 所以呢 比较低位 靠肛门的这个肿瘤呢 会需要先做放射 尤其是比较大颗的 或是淋巴有转移的 我们会建议先做放射治疗 加上化学治疗 让肿瘤缩小了以后 再来开刀 那这样开刀的方式呢 第一个肛门可能可以保留 有机会保留下来 第二个 复发的机会会比较小 局部复发的机会会比较小 局部复发大概从10%的复发机会 会降到4%的复发机会 但是呢 它不会影响你的 这个长期的愈后 就放射治疗 跟有做没做 不会影响长期的愈后 影响的是局部的控制 那坏处呢 就是肠子接起来以后 因为放射的关系 放射治疗关系 它的血管性会比较差 愈合会比较慢 所以呢 做放射治疗的病人 会需要一个膳食性的噪口 那手术的整个流程呢 也会被往后延 因为你要做放射治疗 你要等它放射治疗 这个肿瘤缩小的时间 大概要三个月到半年左右 所以整个手术时间 你要做治疗的时间 大概就长达半年 那没有转移的病人 就是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那你没有看到肝脏有问题 肺没有问题 那就是要开刀 那开刀呢 其实呢 要做的是所谓的根除性手术 要大面积的把 大面积的意思就是 肿瘤的血管跟淋巴 要把它清除干净 然后要给它足够的 切除的边缘 切的边缘里面有癌细胞 然后就是没有切干净 那就是以后就很容易复发 这是台湾的大肠癌治疗的成果 这是2010到2019的成果 全台湾的 那这蓝色的是台北 台北龙肿的 那第一期的病人 在台北龙肿五年的存活率 大概85% 那第二期大概80% 那第三期是68% 那第四期呢 都不是很好 第四期能够活五年以上 大概只有十几%而已 那橘色这个呢 是医学中心的平均值 橘色这个是医学中心平均值 那就是说台北龙肿 比医学中心平均值大概高 3%到5%左右 所以我们台北龙肿的 治疗的成果是非常的 非常的好的 那灰色这个是全台湾全国的平均值 那黄色这个是区域医院的平均值 所以 开刀呢就是要做根除性的治疗 那根除性的治疗才能达到良好的癒后 那 传统跟微創有什么不一样 传统跟微創 你只要有 根据手术的原则 大范围的把肿瘤的位置给切干净 传统跟微創 其实 预后是一样的 那微創的好处就是 伤口只有 大概四到五公分 出血会比较少 那出血少是因为 你要慢慢的剥它 等一下会有影片给大家看 要慢慢的剥它 出血量就会比较少 而且呢 病人会需要自费 那个 因为手没有办法伸进肚子里面 去把血管给绑起来 所以呢 会需要自己买 这个 止血刀 所以用止血刀 就比较 出血量会比较少 那恢复 伤口 因为伤口小 所以恢复会比较快一些些 那住屋院天数会少一点点 那手术时间会稍微长 30分钟到60分钟 因为你要慢慢的剥 不过呢 在台北隆总 传统手术跟 微創手术时间 几乎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 大概百分之八 70到80都是微創 那长期做微創 你的手术时间 传统的 你要一个剖部伤口这么长一个 微創只有这么长一个 这么长一个 那单单逢这个伤口的时间 就弥补了你做微創的辛苦 那其实整个台湾的微創手术 这个是从健保资料 找出来的 大概 从2016不到一半的病人 是微創手术到目前2020 大概有超过一半都是进行 微創手术了 那台北隆总很早就做微創手术 所以大概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是微創手术的 那 为什么台北隆总的结果会很好 因为我们都是做 所有的组织医师的 做的 手术的方式 几乎大家都一样 就是标准化的手术流程 那 微創手术有哪些 有多孔的 多孔的 现在这也叫做传统的 微創手术 还有单孔的 还有自然孔的 还有机器手背的 的微創手术 那这个就是我们多孔的 就打好几个洞去开刀的 就是传统的 传统的 现在叫做传统微創手术 那 我们台北隆总呢 为了 为了就是 就是 保留肛门 然后增加这个 直肠的缝合的 这个 切面能够更清楚 我们有发展的另外一套的 直肠切除的方式 就是从肛门的部分 往上开 从肛门的部分往上开 然后呢 另外一组人马呢 从肚子呢 往下开 就好像打隧道一样 一端 从下面 一端从上面 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 它的切面 可以更清楚 就是你的 切的这个距离 可以更明确 然后呢 手术的时间 可以缩短 因为两组人马一起开 一个 从肛门 这个是从肛门部分开 那另外一组人 从上面开下去 那这个是从肛门 肛门的地方开 那这个是放一个这个 那个腹腔筋的套环 然后把肠子呢 放到肛门里面去 然后呢 主要呢 必须要把这个肠子给缝好 那其实呢 在国外曾经有争议 就是说这种手术是不安全的 那不安全的地方就是在于 你这个 刚刚这个套环 这个缝线没有缝好 没有缝好 有个坏处就是 里面有癌细胞 癌细胞呢 你做这个 这种手术的时候 你气一直吹 气一直吹 吹上去 那的后果就是 它以后会在肚子里面 产生很多的这个转移 所以在台北龙肿呢 要做这种手术呢 要经过训练 然后呢 这个要能够把这个 就是这个 肠子的内圈 缝得非常的密 绝对不会漏气 才可以做这种手术 这种手术的好处呢 跟传统的 就是从肚子一路开到最下面的好处 其实是有差别的 就是 最后面的这一段距离 大概可以多两公分 多两公分有多少差别 就是 这两公分呢 手术的切面如果只有一公分 大概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 上面还有癌细胞 如果说你有多这两公分 大概只有百分之一 上面还会有癌细胞 这样之后复发的 局部复发的机会 就会减少很多 那刚刚是讲的是 就是我们台北龙肿 这几年发展的 金肛门 还有金肚子的这个 这个直肠切除手术 还有就是单孔的腹腔镜 那单孔的腹腔镜 它就是一个三公分的伤口 它伤口可以更小 然后放一个五公分的圆盘 然后这个圆盘上面可以放四个 四个器械进去 好 那这样可以让伤口更小 但是呢 牺牲的是外科医生的手 因为呢 这个器械呢 它会在里面相撞 那在里面相撞呢 手术就会没办法进行 所以单孔的腹腔镜的未来在于 这些器械要能够转弯 就是能够转弯能够避免说它撞在一起 那再来就是健保局在三月以后 三月一号开始呢 给付了达文西的手术 在直肠癌的手术 那给付了大概十万块的 十万块左右的这个直肠癌手术的费用 所以呢 直肠癌手术如果是用达文西开 大概目前自费大概 二十到二十四万左右 那达文西的好处主要就是 它是视线比较清楚 那一般我们传统的 微创手术是 人拿着那个静止 它会晃动的比较厉害 那达文西手术呢 的好处就是 它是手术机器人操控 那手术者呢 就坐在 坐在远端 然后操控这支机器手臂 所以还是 开刀的人在决定你要开哪里 开刀的人决定你要开哪里 但是呢 它比较不会晃 因为人的手会累会晃 那可以增强医生的手术的寿命 那另外呢 它的静止呢 可以伸得比较深入 深入一点 可以放得很大 手术的视野 就会变得更清楚 好 那另外呢 就是还有所谓的自然孔的手术 那自然孔的手术 基本上我并不是很建议 为什么不是很建议呢 因为肿油有它的大小 那你要从自然孔 自然孔有哪些呢 从嘴巴 或是从女生的那个生殖器 或是从直肠 那从这些地方 要把一个肿瘤拿出来 你要从嘴巴拿出来 那你要怎么从嘴巴拿出来呢 你是不是胃要打一个洞 胃打一个洞 然后把肿瘤拿出来 那胃上来还有食道 食道是这么小的 那肿瘤这么大 那你是不是会把食道给 拉上来的时候 是不是食道会有问题 会被你受伤的问题 那你如果从直肠拉出去 那直肠是不是还要打一个洞 那打这些洞 每多打一个洞 你对身体就是一个伤害 因为你这些洞 终究要把它缝起来 虽然洞外表肚子没有伤口 但是 你的肚子里面其实是有伤口的 只是你没有看到 那要把这些肿瘤硬是从这些自然孔给拿出来 其实第一个 肿瘤是硬的 当你经由这些自然孔都拿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会挤压的 那挤压的时候 它如果碎掉了怎么办 是不是整个肚子到处都湿了呢 所以自然孔洞的手术方式 其实不是那么流行 也不太那么建议 那自然孔洞的手术方式 是在良性的疾病 譬如说胆囊发炎 或是盲肠炎 那可能可以用这种自然孔洞的方式 去完成手术 然后把它拿出来 刚刚讲完了手术 再来就讲最后的字 手术完之后 看完的病理标本 你要怎么样 后续要不要再做治疗 那这个 手术后的辅助化疗 这个我们就不要讲太多这种东西 那如果你手术是第一期的 第一期的 存活率大概80到90以上 所以它是不用做任何的化学治疗 那如果是第二期的 第二期它的存活率大概80% 那它要根据它的病理报告 有没有一些风险因子 所谓的风险因子就是 血管跟淋巴管里面有没有癌细胞 那这个癌子数是不是很高 或是说这个肿瘤开到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破掉了 或是说它已经阻塞了 这些就是它的风险因子 所以第二期的病人 有一部分需要做化学治疗 就是有这些 有这些风险因子的 我们会建议要做化学治疗 因为从这个台北龙种自己的资料 就可以看到风险因子越多 它的愈后就是它的存活率会越差 所以会建议吃口服的这个 口服的这个化学药 口服的化学药 那第三期的存活率呢 就比较差一点 它几乎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以上会复发 所以呢 它必须要做这个辅助性的化疗 那第三期的病人是不做标靶的哦 不做标靶 第三期不做标靶 第三期只有一种化学药 叫做这个欧沙利普 那它有神经毒性 就是打六次以后开始手会麻 有些人会有眼睛会看到两个影子 就是腹视 腹视的问题 或是说这个喉咙的声带 因为它会影响神经 所以它会有这个声带的麻痹的问题 这个就曾经发生过 那为什么会只有这种配方呢 那是因为在2004年的临床研究呢 就告诉我们说 第三期的病人只有用这个欧沙利普 再加上这个5FU 它才会有比较好的存活率 那我们化学药 这大肠癌的化学药 主要有两大类 一个就是这个欧沙利普 另外一种叫做伊利诺提肯 那伊利诺提肯这个药呢 在大肠第三期的病人是不用的 为什么不用 因为同一年的研床研究 就发现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反而有毒性 为什么要用呢 所以第三期的病人 只有一种配方可以用 有大概20%左右的病人 诊断的时候已经是第四期了 那第四期是不是叫做末期呢 也未必是 有些第四期的病人 他如果可以同时把转移的病灶切除的话 他是有治愈的机会的 那我刚刚有提到说 第四期的病人原发的肿瘤 是暂时是不会去碰他的 因为他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要先做化学治疗 但是他有例外 所谓的例外就是 如果这个肿瘤有症状 会造成你的生命危险 那所谓的生命危险就是 他快要破掉了 或是他已经快要阻塞了 会造成你肚子脏 排便排不出来 那你要先解决这些 会造成肚子脏肚子痛的问题 要不然你化学药是打不下去的 肠子肿瘤破掉了 他是会造成腹膜炎的 那腹膜炎的情况下 他有败血症 你化学药怎么可能给的下去呢 所以呢 这个第四期的病人 有症状的时候 造成生命危险的症状 是要优先解决这个 把这个肿瘤拿掉的 或是说先做一个罩口 然后可以先做化学治疗 那台北龙肿的资料呢 其实在第四期的 一二三期的病人 其实跟欧美的其他的国家 其实都不比人家差 那甚至在第四期呢 还比较好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多专科的团队 所谓多专科的团队就是 我们每个礼拜 都会把放射科、肿瘤科 胸腔外科、肝脏外科 一起找来一起开会 决定说这个肝脏 可不可以切 要不要切 要怎么切 这样有一个共事以后 再帮病人做最后的决定 那决定权还是在病人身上 因为有些病人他会觉得 我的生命我要自己决决 我要自己决定我的命运 那再来就要讲到所谓的 第四期会有所谓的个人化医疗 那个人化医疗呢 什么是个人化医疗 那个人化医疗 第一个要考虑到病人的特质 病人的特质 有些人他很积极 要把他的肿瘤给处理掉 有些人他比较 就是个性 比较悲观一点 他不想要做太积极的治疗 他希望他的生命活得 不要每天活在这个化学治疗的痛苦里面 他希望他平平静静的过 所以每个人都 对于生命的态度 对于生命的价值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呢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治疗病人之前 我们要跟病人沟通 跟病人解释 了解到这个病人他的特质是什么 来决定说 我们想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第一个重要的就是 他的年纪是怎么样 有些九十岁了 他身体好得很 你不帮他治疗吗 不太可能 有些才六十岁 他是看起来好像九十岁 甚至还卧床 那你化疗根本也打不下去 就是有些才六十岁 糖尿病高血压又洗肾 你化学治疗也做不下去 所以你要看病人的身体状况 他的其他的 有沒有其他的疾病 然后来决定你 这个个人化医疗要怎么做 再来就是肿瘤的特性是什么 那他实际上的区别 虽然是第四期 第四期有分好几种 有第四期的早期 第四期的末期 真的真的是末期 就是整个肝脏满满的都是肿瘤 那肿瘤的数目也会决定到 你的个人化医疗想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还有他的分子的特性是什么 他的基因有哪些是有突变 那突变的位置是在哪里 也会改变你的治疗的方式 那最后呢就是医疗的药物的毒性 有些病人呢 他比如说简单讲就是 有人谦卑不倒 有人一杯就倒 那什么意思呢 有人就是打第一次化疗 他就肝脏的代谢就有问题 那他打第一次 他就昏迷了三天 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化学要代谢跳 那他的ammonia就往上爬 他真的就睡了三天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 这个化学药物的毒性 还有个人的特质 那只要是转移的 通常都要用上第一线 这第一线的标靶药都要用上去 那第一线的标靶药有两种 两种 一个是血管心生的抑制剂 这一种是血管心生的抑制剂 那这个是表皮心生的抑制剂 就是要用上这两种 这两种药物 那这两种药物呢 现在都已经过了专利期 所以有各种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生物相似性的药出现 那会比较便宜一点 那就是像就是专利药比较贵 学民药比较便宜的意思 但是呢 再怎么样 就是第四期的病人 一定要能够把这个标靶药用上去 他可以提高他的存活率 那基因有突变的 那个基因有突变的 这个药就不能用 而必达出这个 就是表皮心生抑制剂 他就不可以用 基因有突变的 那化学药的反应率有多好 那从最早期 当我是住院医师的时候 只要看到第四期 基本上他大概就是六个月到一年左右的存活率 因为呢 以前是没有药的 只有一种药 就是5FU这个药 以前只有这个药 这个药呢 再怎么用 就是六个月到一年 那后来呢 陆陆续续有 有这个 还有后来的标靶药 那我们的反应率呢 现在已经高到了七成 甚至有到八成的文献报告出来 那所谓的反应率就是 打药以后这个肿瘤会缩小的意思 会缩小50%的 就是有反应 高达七成到八成 那 再来最后呢 就是要讲到转移的病灶 是不是可以处理 那要怎么样去处理 那 如果说可以处理的 黄线这一条 你可以把它切得干干净净 它是可以有最好的存活率 甚至高达三十几%的五年存活率 如果说你都不动它 或是只动一半 只动一半的 它的存活率就比较差 所以呢 要把转移的病灶 要切的话 一定要能够切干净 切不干净 就是白开的 那像这个 这个病人呢 就是一开始 这个是不可能切的 因为呢 你把它切掉以后 肝脏就只剩下一点点 那肝脏剩下一点点 会有什么问题呢 肝脏会衰竭 肝脏衰竭 没办法代谢药物 代谢这些 那个 体内的毒素 肝脏衰竭 这个黄胆就出现 然后很快的 就病人就会 往生 那做了化学治疗之后 它就缩小了 那缩小了 就有机会 可以把它整个完整的切干净 那切干净 病人 就可以有比较好的存活率 那大概有多少比例呢 大概有10% 是可以经由化学治疗 缩小到可以让你切干净的 那有20%的 这种第四期的病人 是一开始就可以让你 把它给切干净 那除了开刀以外 还有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还有就是 你可以用所谓的射频疗法 那射频疗法呢 就是 就是不开刀 你就是用超音波 或是电脑断层的方式 把这个细细的针呢 那个扎到这个肿瘤的地方 那扎到肿瘤的地方呢 然后呢 给它加热 或是给它一个微波 微波乳 大家都知道嘛 它加热会有高热出现 那就好像在组合包蛋一样 它把它煮熟了 它就死掉了 但是呢 这个会有的问题 不像开刀可以切得干干净净 那它的问题就是 它如果 这个肿瘤比较大的地方 或是刚好在血管的旁边 它会可能把热能带走 或是说周边的地方呢 它的热能不够高 热量不够高 它就杀不死 杀不死呢 就会在这个周边的地方呢 在几个月后又长出来 但是 这个射频疗法 其实是 跟开刀 你只要能够把它 烧得干净 射频疗法的效果 并不输于手术的方式 那也可以用冷冻疗法的方式 就是用这个液态蛋 直接加 把它滴在这个肿瘤的上面 那它也可以烧死掉 那不只是肝脏 只可以这样子做 肺的地方 肺的肿瘤 也可以用 这种冷冻疗法的方式来治疗 好 那还有再来就是精准的这个电脑刀 或是指指刀 那这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很精确的把这个电脑 用软体的方式把它定位出来 定位出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孤六十 或是现在有所谓的重粒子 那直接把它定位清楚以后呢 直接对准它 孤六十就直接对准它烧 那这种也是一种局部治疗的方式 所以转移的病灶 并不是完全没有药可以医 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治疗 那甚至呢 还有就是直接从血管里面 把这个药物带进去 那就是这个一九十的血管三衰 这是一种放射性物质 那你把用这个血管摄影的方式 把这个放射性物质呢 丢到这个肿瘤的里面 那它的放射性物质呢 就会把这个癌细胞给烧死 这也是一种局部治疗的方式 那这个是最后一章slide 那刚刚全部这样啦啦啦啦啦 跟大家这样 从预防医学的角度 从诊断的角度 还有从治疗的角度 还有最后个人医疗的角度 来跟大家介绍 有关于大肠癌的治疗跟防治 那我最后呢 就是在这边跟大家说 希望大家在这一身中呢 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那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现在我们就开放 那个 商校沟通 我们原则上就 三位到五位 好那请 各位请先 请问一下医生 那个手术看起来是很成功 但是COVID-19 期间很多人都是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动完手术抵抗力 撑不住就挂掉了 这是什么因素 是不是真的是COVID-19那么可怕 好这个 请医生给我们打步一下 谢谢 在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做手术 你的意思是 他先得COVID-19 然后再去开刀吗 COVID-19基本上因为 第一个 就算是不开刀 COVID-19的病人 也有一部分 他的死亡的机会 那手术本身呢 只是增加他的风险 风险会更高一些些 那主要的风险就在于 其实开刀本身风险 不是很高 开刀的风险 跟原来是一样 主要是在于 麻醉本身的风险 跟他之后肺的照顾 那肺的照顾 因为COVID-19主要是攻击肺 那上完麻醉以后 上完麻醉以后 那很多病人会因为 后续的 那个痰咳不出来 后续的肺炎 而造成比较多的这个 后续的病发症 而不是手术本身的关系 手术本身 他是一个 增加他一个 所谓的压力 或是说增加他一个 负担 但是呢 手术跟手术 如果说你 单单手术的病发症来讲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说他后续的照顾 会比较困难 因为他 因为他 我们手术 因为我们手术 手术成功了 但是呢 有些病人会因为 后面的照顾上的困难 造成譬如说肺炎 或是其他的感染 而造成病人的死亡 谢谢张医师 我想要请问一下 第二期 已经是第二期 需要做风险因子检查的必要吗 还是可以 还是必须要做 还是 你指的是 第二期是要做 化学治疗还是 不是 是已经开完刀 已经开完刀 是那个第二期 已经手术做完以后 那有的医师是建议他要做 那个风险因子的检测 是需要的还是不需要 这要看你想要 要不要做后续的治疗 那他们的所谓的风险因子检测 就是做免疫染色嘛 对不对 还是做基因定序 基因定序 基因定序 基因定序的话主要是想要知道说 你这个癌症是不是有哪些基因的突变 那这些突变呢 是遗传所造成的 那 其实跟治疗上面 在第二期的病人 主要是看病理的风险 而不是看基因本身 病理的重要性会远高于基因突变的重要性 就是说这个风险因子的检测是有分两种 一个是基因定序 还有一种是 免疫染色 免疫染色 对 那就还是那个病理的 病理的会比较重要 病理的重要 对 病理的因子会比较重要 那基因的部分只是告诉你说 你有哪些突变的问题 那这些突变的问题 在第二期的病人 基本上是不用治疗 不会去治疗他的 譬如说 你知道了说他有 譬如说 N 喝兔 喝兔就是乳癌的一个风险因子 那大肠癌里面也是会有喝兔的 这个染色 那 就算是第二期 你喝兔positive 喝兔阳性的 我们也不会去使用 所谓的这个乳癌的这个标法药 在第二期 我们不会第二期因为你喝兔的问题 而去治疗 治疗这部分 那个都是第四期的病人 才会使用这些分子的这个特性 根据这些分子特性来治疗 那第二期主要是根据病理的特性 病理的特性 那就是不需要去做分子的基因病序的检测 除非你要知道 你有没有是不是遗传性的癌症家族 你想要知道是不是遗传性的癌症家族 那不然做那个 没有 没有 非 是这样子 好 谢谢 我有两个问题 请教授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公文会大潭全血检查 只能做到74岁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刚才医师有讲说 要大潭 大潭禁前到80岁以下可以做 麻醉 那这个代表说 80岁以上的人 麻醉就有风险 不容易做 谢谢 那为什么会75岁以下做 第一个是 这个的问题 经费的问题 经费的问题 国家没有那么多钱 如果国家非常有钱 那你要几岁做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国家的财政是 钱就是这么多 所以呢 有 会设定一个年纪的范围 去做这些 这个 因为它是免费的 做这些筛检是免费的 所以 只能拨这一部分的病人来做 那超过75岁 那超过75岁 因为它的就是 主要就是 还是钱的关系啦 就是超过75岁 你去做 找到癌症 有些 因为我们是从美国的资料得来的 在其他国家很多 超过75岁 你去筛检出来 有些并不会去做太清晰性的治疗 而且余命 没有那么长 这个很多都考虑到 就是医疗经济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就是 80岁的麻醉的风险嘛 对不对 那 其实不是只有80岁 甚至 你再更年轻一点 如果说它本身的 比如说糖尿病 血糖控制的不是很好 然后长期抽烟 肺功能不是很好 50几岁就放 心脏就放了好几根支架 基本上 麻醉医师也不会愿意去做 麻醉的大肠镜 其实80岁呢 就是一个切点 其实80岁以上 身体很好的 也不是说不能做 只是说80岁一个切点 那做大肠镜 因为健保没有给付 麻醉这部分 那这个是要自费的 那做大肠镜 加了一个麻醉 也就增加了一个麻醉的风险 麻醉的风险就是 加了麻醉药 你可能呼吸 有暂停的问题 或是血压太低 可能造成心肌梗塞的问题 所以麻醉的 麻醉会有它的风险 所以年纪太大的 麻醉医师会不愿意去承担 这么高的风险 那我密集再请教 对 其他人忧心一下 好吗 我候的忧心 请教张教授 我请教一下 一般健面 在你的报告上有席肉 你刚刚 听到你的讲课里面有 大肠息肉 請問大肠息肉是怎麼樣 稍微有這個 長出這個息肉 那麼是跟飲食有關係呢 還是有什麼預防的方式 這樣子 那請教科學答一下 謝謝 大肠息肉其實就是 它也是 就是基因的 突變所慢慢 形成的啦 所以 所以你要預防的話 主要就是飲食的問題 就是少吃一些 醃漬的食物 多吃一些蔬果 才能去 才能去 才能預防這些 這些息肉的發生 那另外就是一旦有息肉的話 就是要定期去追蹤 因為有 第一次有息肉 可能過兩三年 就會要求你再回來追蹤 因為有可能還會再長出來 而需要去把它給切除掉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當主委員 我想請教那個 CEA指數的問題 是不是一定要在五以下 五以下才標準 那個 直腸癌術後 長期追蹤 腹部 那 胸部的電腦斷層 跟Fair都Stable都正常 那 指數都是在七點多 八點多 九點多 上上下下起起伏伏 那這樣算 再追蹤就可以嗎 還是一定要 一定要想辦法 去追 追蹤到底為什麼 超過五 沒有超過五 好像就不標準 所以這個指數 是不是一定要五以下 請您 癌指數 它是一個參考的 參考的東西 所謂參考就是 其實 有一部分的人 他是 就算他沒有癌症 他的 癌指數 也會超過五 那超過五的原因 其實還蠻多的 第一個就是 他代謝不掉 我們身體本身 就 自己就會去產生這些 癌胎兒蛋白 就算是我們去抽 大概都三、四左右 那五是一個切點 那 超過五以上 是一個警訊 那 有些人 因為長期 有抽菸的關係 他會比較容易 超過五 那 開刀前 超過五 的病人 他是 風險會比較高 但是也有一部分 就是他 就算是開完刀 他還是在五以上 但是呢 你用了各種的影像檢查 都找不到 他的問題在哪裡 這個是有可能的 甚至呢 我們也有病人 他的癌指數 大概都十幾 甚至二十 但是呢 你做了所有的檢查 從骨頭 肚子的斷層 胸部斷層 甚至 腦的斷層 全身的正直 正直射影 都找不到 他哪裡有問題 那這種就是 定期去追蹤 看他指數 如果穩定在每三個月 都是七 都是七八上下 那可能 大概是 他的標 他的基準點 他就是七左右 所以這個是一個參考的 有的人 甚至只有零點幾 他永遠就是零點幾 所以這每個人的 標 每個人的標準值 會有點不太一樣 請問醫師 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做大腸鏡 是在什麼遮罩下才做 還有有沒有時間限制 要幾年才能做 第二個問題 是麻醉跟不麻醉的區別 也是在說 拿醉是比較 看得比較清楚 做得比較詳細嗎 第一個問題是 多久做嗎 對不對 那就是 你如果 50到75歲 有淺血 有淺血 就要做 那如果沒有淺血的話 大概五到十年做一次 就可以了 那五十歲以前 一定要做過一次 確定你 那個 沒有什麼 洗漏 那另外呢 就是有沒有症狀 有症狀的 有症狀的 不管你幾歲 我們都會 都會要做 尤其是有些出血 然後帶有黏液的 那個我們都會 都會要做 因為不是只有 腸子不是只有 癌症的問題 他有可能是 有一些腸炎的問題 或是一些 發炎性腸道疾病的問題 所以 不是 不是只有癌症 所以需要做大腸鏡 第二五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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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麻醉 第二五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那有沒有麻醉 其實 其實只要腸道輕的乾淨 有做麻醉 跟沒做麻醉 只要能夠做到醉裡面 就是做到這個盲腸的地方 就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麻醉的好處就是 因為病人已經睡著了 那他會比較好做一點 比較容易做到盲腸 如果病人很不舒服 他有可能沒有辦法做到最裡面 大概 但是以我們的就是 是直腸外科學會的標準 或是腸胃科學會的標準 就是一個合格的醫生 合格的內視鏡醫師 大概百分之九十要能夠做到盲腸 就是百分之九十的 你做十個要有九個要做到盲腸 所以跟麻醉其實關係不是那麼大 你只要能夠做到盲腸 你用麻醉做或是清醒的做 其實是一樣的 我剛才 我現在是七十八歲 但是我以前做大腸性檢查的時候 常常都有席肉 那因為年紀大了 就很難做 那我就是現在的方法就是說 我每一年是智慧去做大腸 大腸那個篩 大便篩檢 那這樣就健保 用健保的方式去做 我現在因為已經年紀到 我用智慧了 去做大腸 大便篩檢 前前檢查 那我 我要不要現在要不要做 那個大腸進篩檢 我三年前做一次 你如果有席肉的話 每一次都有席肉 有席肉的話 每次都會有席肉 大概兩、三年 我們就會建議你做一次 兩、二到三年做一次這樣 好 三年就做一次 那不管你沒有前提檢查 正然也要做 對 好 謝謝 好 我們這樣講好了 我們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先這裡 把它結束 試一下 等一下各位願意 那個可以找得到 張教授問的話 再試一下問 好 我們再給張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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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